一人草屯Gina的成员成熟于四号晚间在花莲新城乡一间民宿 发现了时不时会传出暴力的声音 路边的野狗还不停的逃窜 因此他就特别躲在柱子后面来观察 果然目击到了对面二楼 一名男子要拿枪射击野狗 除了是大声喝斥也马上叫女友打电话报警 乡村暗夜突然枪响 一人陈书彧对了开枪的位置破口大骂 同时立即报警处理 警方货帮到场立即前往开枪的住家查查 但却一无所获 你刚刚拿什么出去 放边炮 放边炮啊 枪声传出的住家男子向警方表示 在放边炮 远景在屋内也没有查获危险物品 花莲新城乡北浦村的民族路上 最近出现不少小鸟的尸体 附近的流浪狗也常无故被攻击到 四处乱窜 后来就是听到枪声之后 他就看确实是他们开的 然后就骂他们 因为他们是对着狗狗开 事发后有看到可疑的人离开是吗 有 大概几个了 两个 对 一个就是他们分散往不同的方向走 在警察来之前 不管是以怎样的武器或怎样的行为去伤害灭带动物的话 那依动办法的规定最终是可以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图情 然后并克20万到200万之间的花繁 虽然警方在现场没收到任何可疑枪支 但监视器出现枪响 又有目击证人 目前远警正掉越附近路口监视器 积极追查对着流浪狗开枪的犯贤道案 记者许理智 我来到 我们下期再见